球會比較有力啦 比變化球因為他吃太多 該掉的時候沒有掉 所以如果跑個差不多 50公分的話 那個被咬中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大志倫刀二棒的鄭達宏 最近呢連兩場都有安打 兩場當中加起來五隻安打 投手的這個補位得快一點囉 沒有問題還是把 鄭達宏呢可以刺殺 形成兩出局 阿翔森呢事實上 在 開幕戰那天呢 是四局掉9分之後 接下來從323 一直到前一場比賽527 足足兩個月的時間 這兩個月時間是 投了10場的固定的連續的先發 那10場的先發 連10場優質先發